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火能而苦恼的那种烦躁事情算是远远的被他抛在了身后 此时的大厅里 薛尔三个人也坐在其中 经过长达两天的丹药销售后 丹药也是打出了一些名声 因此如今盘门也算是逐渐进入正轨了 所以他们呢也并不需要在自己出面销售 而是将固定的销售地点公布出去 再让盘门的人守在那里 而他们则直接等着收取最后火能就可以了 瞧得薛尔那副感慨的模样 勋而轻声笑着 虽然这销售丹药的确是一本万利的事 但若是没有萧炎哥哥炼制丹药的速度以及成功率 那也达不到如今的成效呢 我听说连那药帮全体上下共同炼丹 一天的成果也不过比萧炎哥哥一个人的成果略胜一筹而已 且不说物力了 光是这人力就消耗的不少呢 呵呵呵 萧炎笑了笑 他也仅仅是仗着一伙的功效 以及药老从旁协助而已 他直起身子伸了个懒腰 倒是有些感到无聊起来了 这几天每天都是不停歇的炼制丹药 如今盘门的丹药储备倒是已经足够销售一周的时间了 所以现在的他休息的时间颇多 这倒是令修炼习惯了的消炎有些感到不太自在了 但是又因为刚刚突破八星不久 要是再闭关修炼的话 未免有些过犹不及 消炎塞了块糕点到嘴里 声音含糊的问着 啊对了 今天派去收购药材的人 嗯还没回来吗 这几天的炼制 已经把先前所购买的药材用的差不多了 嗯 他们应该也快回来了 薰儿微微点头 然而他的话语刚刚落下 门外就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咚咚咚咚咚咚咚 旋即挤到人影匆匆忙忙的跑了进来 瞧得气喘吁吁的阿泰几人 消炎有些诧异的问 阿泰 怎么了 涛儿出事了 阿泰 阿泰深吸了一口气 平息了急促的呼吸 出什么事了 眉头微微一皱 消炎问道 涛儿 今天出去收购药材的人 全都空手而归啊 哼 勋儿 柳眉一蹴 果然 看来是药帮在下手了 不过 他们反应的 也快得有些出乎我的意料了 消炎 眼眸须眯 些许寒芒 闪略而过 阿泰咬牙切齿的 说出了最后一件 令他愤怒的事 还有 我们派出去销售丹药的兄弟 也都受到了阻拦 甚至有些脾气火爆的弟兄 想要反抗 被对方打得受了伤 现在销售的地点 十之八九都被破坏了 什么 此话已出 大厅里的四个人 脸色顿时一怒 消炎更是当场拍桌而起 脸色阴寒的 犹如暴风雨的前奏 虎家 翘脸阴沉的赤鹤 哼 这帮药帮的人 竟敢这么嚣张 真当我们盘门 是好欺负的吗 阿泰却摇摇头 咬着牙说道 不是药帮的人 据回来禀报的兄弟 他们说 那些前来捣乱的 好像是白帮的那些家伙 吼 白帮 心事一争 玄机脸上寒意闪过 消炎 消炎森然的说 哼 这一群混蛋 果然还是不能消停啊 头儿 现在我们怎么办呢 这事 可不能忍啊 消炎 脸色阴沉 他感受着大厅里 望向自己的一道道炙热的视线 拌上之后 他手一挥 声音阴冷的说道 阿泰 去把人全都叫上 跟我去找白帮去 想在我盘门脑袋上踩 哼 那也得伤他们几根筋骨才行 听得消炎竟然没有再次回避 阿泰脸庞上涌起一股热血和帐红 他重重的点头 好 头儿 咱们干他们压的 说着飞快跑出阁楼 然后就听他 他大吼大叫的吆喝声 盘门的兄弟 都集合起来 熏二沉吟了一会儿问道 香炎哥哥 你打算 现在就和白帮相斗了吗 吴浩的脸上 闪过一抹凶气 冷声笑道 斗就斗吧 这段时间 盘门也受了不少白帮的鸟气 若是一直无视的话 不仅会长他们的威风 也会让盘门被人指着脑门乱骂 虎家也在一旁瞪着怒眉 斥责道 五号说得对 就算打不过 也得让他们知道 我们盘门不是好欺负的 这个丫头的性子呀 本来就是天不怕地不怕 这段时间 因为出进内院 所以收敛了许多 但是也容不得白帮 这般的挑衅侮辱 消炎 脸色略带一丝铁青的点点头 这次白帮 的确过火了 若是在西石宁人毫无作为的话 恐怕会寒了那些受伤兄弟的心啊 轩儿 你上次提议组织或者聘请采药队伍的事情 或许得提前了 以药邦的经济实力 若是想要在药材路上堵住我们的话 我们毫无反抗之力 所以咱们只能靠自己了 嗯 这件事明天我就去准备 好 消炎点头 脸色阴冷的说 现在嘛 所有人放下手中的东西 全部跟我去白帮 我们要让白城那个王八蛋知道 想踩在我这个满头刺的盘门上 不留下一脚血痕的话 那是有些痴响了 嗯 所有人都斗志 昂扬 宽敞的临近大道上 往来的路人 都望着一大群杀气腾腾的人流 不由得满脸错愕 停下了脚步 这一大群人 大多都是手持明晃晃的武器 脸庞上的凶器 令得旁人身体有些发冷 目视着这一大群人流 消失在视线的尽头 被震慑的一片平静的道路 方才响起 阵阵的窃窃私语 哎 这些家伙想干嘛呀 一副深仇大恨的样子 想砍人啊 你没看着啊 他们胸口上的徽章 他们好像都是盘门的人啊 啊 哦 就是最近销售丹药的那个盘门 哎呦 那领头的那个黑袍青年 难道就是传闻炼制这些丹药的消炎呢 可不是吗 今天上午听说呀 白帮的人踹了盘门的场子 看这个情况 盘门应该是冲着白帮去的 嘿嘿 这下可有好戏看了 平静的内院 忽然因为煞气腾腾的盘门而变得喧哗了一些 许多心怀着看热闹的学员都各自奔走相告 一时间也吸引着大多数的好事者对着白帮所在的地方涌了过去 毕竟虽然内院的争斗并不少 可是类似这种大型的帮派大战 也是极为少见的 起点中文网版群左右 唱听网荣誉出品 嬉笑声振振的房间之中 忽然房门被推开了 一道人影有些仓促的冲了进来 大声喊道 不好了 不好了老大 为首的白城眉头皱了皱 什么事情这么慌慌张张的 昨天的时候 药邦出了个让他心动的价格 却仅仅是收拾一下盘门 白山早就对盘门看得极其不顺眼了 如今还有人出大价钱请他们动手 这如何不让他高兴呢 因此对方刚刚开口 他就满口硬成了下来 只要有了这些药邦之父的火能 他白城便能够在斗体阁中 换取一本威力强横的斗技 到那个时候 怕是在墙膜上 也能够挪上一挪 而在这种时候被人大呼小叫的打断思绪 他自然是没什么好脸色 老大 盘门 消炎他们 消炎带着盘门的人 对我们白帮 杀过来了 文言 出使的时候 白城还只是微微一愣 但瞬间后 回过神来的他 脸色骤然大变 他豁然站起身来 哼 没想到 这个小子还有一股血性 不过鸡蛋碰石头 自讨苦吃了 这个时候 富敖 也就是让消炎上次打得鼻青脸肿的那位 仗红着脸站起身来 大声笑着 嘿嘿 一个斗林强者都没有的盘门 也想跟我们白帮争斗 老大 上次因为我的缘故 害得我们半年内不准动他们 可是如今 他们自己可找上门来了 这个赌约 自然也就没有用处了 淡淡的瞥了一眼 得意 大喜的富敖 白城冷声笑着 也不要大意了 那个家伙的火莲斗技 据说连雷娜 都不是他的对手 恐怕即使正面战斗 你也胜不过他 听到白城的话 富敖脸色略有些 帐红 物资 嘴硬的说道 嘿 那种斗技 的确强横 但是以他的能力 一天或许能够施展一次 就已经是极限了 只要我能扛过他一波 他还不是 只能犹如一团 毫无抵抗的乱泥一般 任我采捏吗 骂了一声 白城一声喝道 现在说有个屁用 立刻召集人手 盘门这么大张旗鼓的 找我们麻烦 我白帮不能露出半截确详 不然的话 还如何在内院立足呢 去 去 去 是 听到白城的命令 房间中的众人齐声应试 玄机立马冲出了房门 开始大声吆喝着 着急帮内人士 听到外边喧闹混乱的声音 白城脸庞上 划过些许的寒意 哼哼 我强绑的排名 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菜鸟 哼 说完 白城一服衣袖 脸旁擒着一丝 激讽的冷意 大踏步的走出了房门 在白帮门口不远的地方 就是一块宽敞的广场 此时 宽敞了许久的广场 却是被来自四面八方的人群 围得水泄不通 窃窃私语 徘徊在人群上 一道道夹杂着各色情绪的目光 望着广场中 对峙的两方人马 广场中的两方人马 一方人数偏多 簇拥在一起 起码有四五十个人 不说其他的 光是这种声势 就足以让人感到诧异了 而另外一方 人数偏少 粗略的数过 大概只有三十来个人 但是 这三十来人 无论从气势 以及面色来看 都丝毫没有因为对方人多 而有所惧色 反而一个个是一脸的嚣张 眼神中挑衅之意 极浓 白帮人群领头位置 白城抱着膀子 冲着对面的萧妍 戏虐的大声 大声笑着 萧妍 你今天带了这么多人上门来 是想给我白帮 来个下马威不成吗 在他的身后 站着白山 以及富敖三人 看另外几人的气势 似乎应该便是富敖实力相当的斗灵强者了 萧妍的脸庞 略有些阴沉 声音中的冷意 任谁都清晰可辨 白城 我盘门未曾招惹你们 你们却是阻我盘门销售丹药 未免有些欺人太甚了吧 白城听了萧妍的话 翻了翻眼皮 淡淡的说着 这内院之中 本来就不约束争斗 这些小打小闹 每天都在发生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要是要怪的话 就怪自个儿 没实力吧 萧妍听了白城的话 摊了摊手 轻声笑道 看这个情况 白帮是想率先 毁掉当初那个约定了 唉 我也的确是 有些异想偏开了 一直还以为 你们虽然人品差了点 但总会信守诺言 现在来看 原来是一群没诚信 没信誉 没脸皮的三无绑派呀 呵呵呵 萧妍笑声 声中的讥讽 旁人都是能够听得出 当下围观的人群便想起了一阵 哄笑 毕竟当初富敖 败给萧妍后 所下的承诺 不少内院学员 都是曾经听说过 听得周围的哄笑 白城的脸色 微微难看了许多 她眼神 阴冷地望着萧妍 看来 看来你不仅在靠女人这一点上很出色 嘴巴也是很能说嘛 当初的约定 的确说不准随便找你们盘门的麻烦 但是却不包括受人之托 给你们这些嚣张的心声 一些小小的教训 萧妍眼神微凝 冷声笑道 哦 受人之托 你们受谁之托呀 胡可奉告 白城同样以笑还笑 他微微扭动脖子 眼神不怀好意地望着萧妍一干人 森然说道 如今 你们自己找上门来了 那么蒋帝约定已经没什么用了 既然这样 那就别怪我白方 一塌蹊跷了 萧妍听了他的话 眼神阴寒如蛇 右手微弦 巨大的玄中尺 闪身献出 你来试试 今天呢 萧妍已经打定主意了 若是真的到了这个地步 就算拼着施展燕分 是浪尺 也要把白城这个王八蛋 打成重伤 就在萧妍心中怒火 永胜之时 忽然一道熟悉的戏虐的声音 从人群里传出来 啊 好热闹啊 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是谁呢 只见这个人旋即一道灰影如鬼魅般的闪略出来 最后停留在萧妍等人的面前 只见这个人一身灰衣 瞧得来人 消炎一睁 旋即微微皱眉 林燕 你怎么来了 这么热闹的事 几乎已经传遍了整个内院了 我自然也是要来看看了 林燕冲着消炎耸了耸肩 笑着说着 他刚刚把今天驱逐火毒的程序完成 就听到了传闻 而他呢 一直自诩欠着消炎的人情 所以略微迟疑了一会儿后 就对着白帮赶过来了 林燕的出现 自然是引得周围的人群一阵骚动 以他在内院的身份 几乎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啊 而看现在这个状况 貌似他和消炎还挺熟 一时间窃窃私语 都是不由的扩散开来 那些原本望着盘门 充满怜悯的视线 也变淡了许多 有林燕的帮忙 白帮啊 恐怕也没有这么大的胆子了 毕竟 丰府林燕的名头 可不是白城 可以相提并论的 好了朋友们 这双方的人马 能打起来吗 欲知后事如何 敬请收听 斗破苍穹 第367回 欢迎加入小张同学交流群 一群105081369 二群160124178 三群136358417 和双词一起聊斗破 小张同学交流群 金青